我是雪莉 我是一位脊髓性肌肉萎縮症患者 我兩歲發病 十四歲開始成為輪椅族 這個疾病會讓我的四肢逐漸萎縮 連帶影響到呼吸還有吞咽功能 兩三歲的時候吧 小嬰兒開始學會走路以後 然後我媽媽就發現 我好像很容易就跌倒 後來就覺得好像 這是哪裡怪怪的就 還是決定去大醫院檢查一下 跑了很多醫院 然後都檢查不出來 就是做了很多檢查 轉過很多醫院以後 才發現原來這是罕見疾病 幼稚園可能有些小朋友就會覺得 我怎麼走路姿勢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會排擠我 我就記得有一位小朋友就是 在我走樓梯的時候 然後把我從樓梯上面推下去 因為有幼稚園跟國小的經驗 所以我就變得不敢告訴大家我疾病 因為我怕又會發生像以前那樣的事情 所以我就選擇不講 但是不講的話 人家又會覺得說 為什麼像是升級或是體育課之類的 我可以選擇就是待在教室 他們就會覺得 為什麼我有這種特殊的權利 國中的時候教室是在四樓 本來是有電梯的 但是差不多過了一段期間 學校就說電梯可能要維修 所以會有一段時間不能使用電梯 那就變成說 我每天要爬四層樓的樓梯 長期的狀態對我來說已經造成我身體上面的不適 所以會加速惡化 聽到我是蠻想要自殺的 因為我覺得活著真的太累了 那時候會有一點埋怨父母 為什麼要把我生下來 台北的交通其實算蠻方便的 因為有捷運有公車 但是如果是公車的話 我自己很常會碰到拒載 就有的司機可能會嫌麻煩 會講說你這麼麻煩 就是為什麼還要來搭公車 你不會去搭捷運嗎 這麼麻煩就不要出來了 因為常常碰到司機拒載的情況 有時候會選擇 就可能自己輪椅慢慢開回去 不想要去搭公車 因為怕會被拒載 我會很想要讓我自己的故事 然後讓大家知道 就是會 我想要鼓勵更多人 然後也想讓大家更瞭解這個疾病 在網路上面 當然兩部分的人一定都有 就是一定會有酸言酸語的 那也會有鼓勵你的 有些人就會說 我在網路上面這樣子發文 就是在裝可憐啊 然後想要博取人家的同情 有些人也會說什麼 你就是怪物啊 然後還要出來嚇人什麼的 小時候就蠻喜歡拍照的 就是不管是自拍還是拍風景 我都蠻喜歡的 所以我就有想去外拍的念頭 基本上是網友 然後有一些攝影師 也會講說我不應該要收費 做人也可以去外拍 但是我就一直告訴自己 有些人就是不管怎麼樣 你做什麼他們都不會喜歡你 那為什麼不好好去 對待那一些真心對你好的人 因為以前比較悲觀 就會覺得自己不應該被生下來很奇怪 但是在國中畢業以後就有想想 然後就轉而念 覺得要好好把握自己的人生 然後想讓自己快樂一點 我從畢業以後 休學過一年 然後以前如果在學校的話 幾乎是不太會跟父母有什麼接觸 休學那一年就 其實會在有一些事情上面 就是會感受到說 原來他們還是有在在乎我 有在照顧我的 就是開始變得比較會去接納我的父母 我覺得這應該就是最大的轉變吧 剛好真的碰到很願意去理解我的人 當然自己的改變也會有影響 高中的時候啊 我上廁所可能比較久一點 那我的同學可能會花費他們的上課時間 就犧牲他們上課時間去陪我廁所 有時候還會被老師寄礦課 可是他們也沒有怪我 然後就是會帶著我一起去跟老師說這樣子 然後他們幾乎所有的時間都花在陪我身上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是 學校的電梯突然壞掉沒有辦法使用 然後就有一位同學就從二樓把我抱到一樓 然後腦海幫我拿輪椅下去 剛開始認識她的時候應該在四年前 然後我認識她的時候她的狀態就蠻不好的 她需要靠呼吸器去維持她的生活機能 有一次就是她媽媽除去呼吸器就突然掉 就趕快跟我說了 妳可不可以幫我打電話給我媽媽 叫她回來 我們就很怕這種狀況會發生 所以我很容易就常常時不時就在擔心她 看到她好像就好像看到未來的自己一樣 就也會很擔心說這些事情會發生在我身上 她其實告訴我她很努力的想活著 但是她卻在我考完試的那一段期間她就過世了 我那時候就其實蠻難調適的 但是我也是在告訴自己說她走了這樣子 就是沒有病痛也好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人會什麼時候離開 更應該去珍惜然後去把握 以前或大一還在台北的時候 碰到的同學都是會嫌我麻煩的 去吃飯的時候 然後有些店家他是有台階的我就上不去 然後有些朋友就會覺得 我跟你吃個飯還要這樣幫你顧東顧西 然後要吃自己的東西還不能吃 會覺得很麻煩 然後平常還要照顧我 所以就跟我疏離關係 當初轉學的時候 就是來台南 然後對這邊的一切都還不是很了解 可是我覺得轉到這邊以後 我認識了更多會去生活上面 願意幫助我的朋友 像我前陣子就在浴室跌倒 然後又去撞到頭流血 我的室友他們就是第一次碰到這種情況 就快嚇死了 但是那天剛好是期中考的前一天 他們還是陪我到醫院 然後早上我要出院的時候 還提早來接我 那時候就是真的很感動 然後我也很抱歉說 就是在期中考一天發生這種事情 可是就是從平常的舉動上面來看 我就能感受到說 其實像是室友或是一些同學 他們都很照顧我 然後我也很感謝 可能外面有一些不太方便的地方 但是你身邊有很多朋友 願意支持你或是幫助你 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幫忙 有時候還是會收到一些網友的回饋說 他們看了我的故事以後 然後覺得很鼓勵他們 就是可能在他們低潮的時候啊 剛好看到了我的文 然後就告訴自己說 既然他都這麼努力了 為什麼我不再振作一點 那我受到這種回饋 我就會覺得很高興 就是我的故事有鼓勵到別人 一開始一定會去在意 別人對我的評價或是什麼的 但久了以後會開始想說 如果他們的建議對我來說是有用的 我才去聽那種酸言酸語 就不要去理會 高中的時候是有碰到就是 有些人可能會在那種 匿名班上面告白 是我遇過比較瘋狂的事 會一直私訊你 然後可能會跟蹤你之類的 對於交朋友來說 遇到真心的朋友 或者是伴侶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我自己就碰過很多朋友 他們可能會嫌麻煩而疏離我 自己覺得就是 很願意去嘗試 去外面多多認識一些 不管是同性朋友還是異性朋友 基本上是很開放的 我自己也會擔心說 未來可能如果我這樣 就是因為一定會持續惡化 我也怕說未來的 立影班這樣照顧我會很累 也會擔心說 他的父母是不是沒有辦法接受 他的小孩要這樣子去 照顧另外一個人 兩個人理解對方很重要 除外也要懂得去互相尊重吧 小時候開始就接觸到滿多社工的 像是醫院的社工或是基金會的社工 然後也接受過他們很多幫忙 可是在這之中當然也有碰到一些比較不好的社工 他可能就會洩漏你的隱私啊 或者是沒有認真的在幫助你 就是他可能工作上面會偷懶 會有碰過這種社工 然後就比較能去理解個案的感受 然後也因為接受很多社工的幫忙 所以我未來也想要回饋社會 想要把幫助別人當作一生的志向 所以有當社工的想法 有些人可能覺得這是小疾病 因為就有人跟我說過 反正肌肉也說不是什麼大病 沒有什麼關係吧 很多事情就是要把它從外表去看出來的 所以不要去指責我們 因為我們都有自己辛苦的地方 這個世界或許還沒有辦法接納我們 但我們要比其他人更努力 更堅強 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沒有錯 你有沒有問什麼 你有沒有問什麼 愛してる 我沒問清楚 你會說到封入 所以你長江不是說 grav outs 來你的 要一個拜託 情 separ